根据英媒一则相关的报道,在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交往初期时,凯特王妃的母亲卡罗尔和妹妹皮帕米德尔顿曾表达过对梅根的担忧。 自从2011年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结婚以来,米德尔顿一家就成为了英国王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他们被邀请参加很多重要的家庭聚会,从教堂礼拜到最近的加冕典礼。 作为回报,一些王室成员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的家庭聚会,琵琶·米德尔顿的婚礼。 2017年,他与詹姆斯、马修斯结婚、尤金妮公主和哈里王子等人都出席了婚礼。 然而,当天早些时候没有出现在教堂参加仪式的梅根、马克尔,却意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奥米德·斯考比和卡罗林,杜兰德在苏塞克斯郡的传记《寻找自由》中称,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让卡罗尔和琵琶·米德尔顿感到担忧。 该作者声称,这位未来王后的母亲和妹妹显然担心苏塞克斯夫妇可能会在琵琶的婚礼上抢走风头。 据报道,当时还是未来的苏塞克斯公爵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被邀请参加琵琶和詹姆斯的婚礼, 但最终只有哈里王子出席。 然而,据称梅根之前已经给自己买了一套衣服, 这套衣服非常华丽, 据称差一点就要抢走新娘的风头, 结果婚礼当天早上出现的一篇报道彻底改变了一切。 在这篇报道中,有人对比了梅根和琵琶的屯围, 据说,在如此粗俗的封面故事之后,梅根才没有参加琵琶的婚礼。 虽然当时她住在离婚礼现场只有50米远的酒店里面, 琵琶在姐姐凯特的婚礼上, 以其绝佳的屯围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没想到,在梅根参加琵琶的婚礼前夕, 出现了一篇这样的报道, 不知这是媒体还是梅根的植入, 最后的结果是,梅根从婚礼上消失了。 也许有人会说凯特一家小肚鸡肠,小豹太烦人, 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梅根与媒体合作, 自己作妖,不然她最后怎么会被撵走。 据报道,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梅根在婚礼当天住在伯克希尔的Airbnb酒店里, 她显然是被哈里王子送到这里的, 她去参加了琵琶和詹姆斯的婚礼。 据说查尔斯的小儿子回来和梅根共进午餐, 然后梅根穿着一件一点都不华丽的黑色礼服, 准备参加两人参加的晚宴。 然而,即使在那里, 哈里王子和梅根显然也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 花那么多时间在一起。 寻找自由杂志表示, 凯特、米德尔顿的妹妹希望情侣们分开坐。 在这个占地十八英亩的庄园里, 两人坐在定制的玻璃帐篷里, 本应该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但根据琵琶的要求, 没有情侣坐在一起, 作者解释说, 一年后, 梅根和哈里王子在温莎城堡洗劫帘里。 虽然梅根很遗憾没有参加琵琶·米德尔顿的婚礼, 但琵琶和她的丈夫詹姆斯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过后, 琵琶, 凯特和梅根在2019年被拍到一起在温布尔登看球赛, 开心地聊天。 说到抢风头, 梅根排第一, 没有人敢排第二了。 但凯特王妃的娘家人展示给外人的形象, 一直都是非常正面的, 自从梅根出现后, 就出现了很多跟他们有关的负面报道, 什么他们害怕梅根抢风头, 不太喜欢梅根之类的。 另一方面, 现在的梅根风光了, 动不动就批评凯特王妃, 似乎像是在发泄怒气, 像是把对凯特娘家人的怒火撒到了凯特身上, 十分不公平啊。 不能参加琵琶的婚礼, 梅根只能检讨自己, 怎么能动不动就指责别人。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虽然查尔斯的加冕礼已经正式结束, 但是, 由于此次典礼整个过程过于精彩, 所以, 还是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值得我们复盘一下的。 在整个加冕典礼中, 话题度最高的人莫过于卡米拉, 她确实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让大众的视线都能聚焦在她的身上。 但是, 很明显, 卡米拉过分的努力, 并没有换来网友的认可, 反而让她招来了更多的嘲讽。 卡米拉为了转足眼球, 几乎可以说是把自己所有的亲戚 都请来为自己镇场子了。 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儿子, 女儿以及子孙们, 就连前夫也在受邀之列, 甚至还坐在了第一排。 不知道查尔斯会不会介意, 但是这让一众网友看得尴尬哀都犯了。 卡米拉的前夫, 安妮公主的前男友, 英国王室的关系有点乱, 就连加冕礼上, 卡米拉也是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 那就是, 她不许除了她以外的英国王室成员佩戴皇冠, 当然, 查尔斯也几乎满足了妻子卡米拉所有的愿望。 毕竟, 当年, 英国女王还在逝时, 当时的卡米拉以半妃的身份嫁给了查尔斯。 或许是身份的特殊, 卡米拉当时既没有穿婚纱, 也没有戴王冠, 完全没有一个王妃举办婚礼的样子。 更不要与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的奢华结婚典礼相比了。 当时的卡米拉, 只是头顶一个形似鸡毛胆子的铁衣发姑, 就这样嫁给了查尔斯。 这在当时的卡米拉看来, 她应该是受了很大的屈辱, 所以要在这次加冕礼上把失去的尊贵都夺回来。 一开始,卡米拉便下令, 加冕礼除了她以外的王室成员一律不许佩戴皇冠, 怕得就是其他英国王室的成员会抢她的风头。 毕竟,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而凯特王妃还是很年轻, 安妮公主也是英姿萨爽, 尽显英国王室的尊贵气质。 但很明显, 卡米拉可能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场面, 也可能是多年筹划终于愿望达成, 难掩自己心头的激动。 卡米拉在老公查尔斯加冕里当天的表现, 还是遭到了很多英国网友的诟病, 甚至有人吐槽她成为焦点, 不是靠着皇冠, 而是身上那股小夹子气。 卡米拉一直不停地扒拉自己的头发, 举手投足也显得很粗鲁。 相比之下, 凯特王妃的表现就很好, 虽然被禁止戴皇冠, 但凯特王妃头上还是戴了桂冠, 也就是皇冠的前身, 这让她看起来也是贵气十足。 更耐人寻味的是, 凯特王妃耳朵上戴的耳环, 正是她的婆婆戴安娜王妃生前戴过的同款耳环。 不知道是商量好的, 还是心有灵犀, 威廉王子佩戴的胸针, 正是勿忘我的图案。 夫妻俩正在以一种世人都看得见的形式, 缅怀着万众爱戴的戴安娜王妃。 安妮公主更是硬核, 身份, 地位都不缺的她, 更是没有把卡米拉放在眼里。 虽然没有穿华丽的服装, 但安妮公主以一身马术齐装, 就直接征服了现场所有人。 与此同时, 安妮公主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 已经仗侍卫的身份参加巡游的女性。 父母在世时, 父母宠她, 父母不在世, 哥哥查尔斯疼她。 安妮公主又何须把英国王后卡米拉放在眼里呢? 只是如今查尔斯三世与卡米拉正是浓情密意时, 对她自然是无有不一的。 而威廉王储作为查尔斯的长子, 未来要继承英国王位, 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但小儿子哈里王子又不中用, 所以查尔斯自然对她没有那么喜欢。 在整个加冕礼中, 即使戴安娜王妃再怎么被怀念, 新任英国王后卡米拉再怎么被嘲讽破坏别人家庭, 抢尽风头, 最后的结果就是, 卡米拉成了王后, 而戴安娜王妃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卡米拉和自己所有的亲朋好友筹谋多年, 也只是为了等到如今这一幕, 自然也不会理会外界的那些负面评论。 只是, 可惜了威廉王储和弟弟哈里王子, 要接受了英国王后的位置被卡米拉取代, 即使以后威廉王储继位, 戴安娜王妃也没有机会再拿回属于她的一切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